第1171章天魔海域,在凌云的努力下,他终于是将龙青黄和天翼神虎的灵魂跟神莲融合在了一起,融合之后,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千圣神尊了,有千圣神尊帮忙,凌云自然是放心不已,所以就直接在周围盘退坐下,开始努力修炼了起来。 不得不说,这千圣神山确实是修炼圣地,虽然凌云之前才在这千圣神山上突破,但此刻吸收那浓郁的各种气息,他的身体依旧充满了美妙之感。 这让凌云整个人都是舒爽不已,在这等舒爽下,凌云很快就顿入了修炼之中。 时间点点流逝,很快,半个月的时间就过去了。 在这半个月的时间内,凌云身上终于又是迎来了突破的迹象。 从神道五境后期突破到了神道六境,小家伙,他们两个接下来至少还需要在这圣山神拳之中孕育三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借助神莲重塑肉身,继而得以复活。 千圣神尊对凌云道,三个月,还要那么久吗? 凌云眉头皱了皱,你小子以为是种菜啊,就算是种菜也需要时间啊,要想让他们复活,自然就需要不少时间。 这已经算是一种破坏天地规则的手段了,而且也幸好有这本尊帮你忙,如若靠你自己的力量,估计半年时间他们能够复活就破天荒了。 千圣神尊美好气地道,前辈,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感叹一下而已。 这一次多亏了前辈帮忙,凌云微微一笑,既然他们还有三个月才会复活,那接下来你就跟我去一个地方吧。 千圣神尊似乎有点迫不及待地想要带着凌云去他口中那个所谓的地方。 前辈,那他们就在这里应该没事吧?凌云有点担心,放心吧,我会让我的老朋友在这里守着。 有他在,不会有任何事情的。 千圣神尊道,老朋友,凌云眉头又皱了皱,怎么,你信不过本尊? 千圣神尊语气微微一冷,那倒不是,既然在下之前答应了前辈,那自然就不会推辞。 前辈就请带路吧,凌云冲着千圣神尊拱了拱手,很好,跟我来。 千圣神尊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空间破碎,他直接掠入了那片破碎的空间之内。 凌云看了一眼已经融合了龙青黄和天翼神虎的神莲,并且让神归守在这里,自己便是跟着那千圣神尊,直接探入了破碎空间之中。 探入破碎空间,就像是探入了一股乱流之中一般。 凌云的身体随波逐流,这等状况持续了好一段时间,最后千圣神尊就将凌云带到了一片海域,这里自然不是凌云之前想要自己前往的神之海。 这里是天魔海,凌云微微吃惊道,天魔海域,是神界最为神秘,也是最为凶险的区域。 就连神界很多人都不敢轻易踏足这里,甚至曾经这里还直接莫名其妙失踪了几位大帝,更是让不少人对此闻风丧胆。 凌云没想到这千圣神尊居然将他带到了这里来。 放心吧,不会害你的。 千圣神尊看出了凌云面色的变化,不由得吃笑一声。 随后便是拿出了一根骨头,那不是一般的骨头,那是龙骨,龙骨之上,龙气沸腾。 千圣神尊口诀默念,手印变换,最后直接将那龙骨扔进了天魔海域之中。 轰轰,陡然之间,整个天魔海域都是动荡起来了一般,那巨大的海面居然直接分为两半。 一个巨大的恭贺出现在了凌云和千圣神尊的面前。 跟我进去吧,千圣神尊没有任何停留。 纵身一跃,便是踏入了那一道海域恭贺之中。 凌云虽然疑惑,但也同样选择相信千圣神尊,跟着他一起进入了那海域恭贺之内。 一踏入恭贺之中,整片海域又恢复了之前的平静,好似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而凌云和千圣神尊则是进入海域地底的世界之中。 地底世界,别有洞天,并无海水影响凌云左右,好似进入了另一个神界世界一样,让凌云都是颇为吃惊。 不久之后,千圣神尊就将凌云带到了一个空地之上,这个空地十分空旷,而且还望不到尽头。 在空地上有着一尊雕像,那一尊雕像正是神龙雕像。 神龙雕像虽然只是静静地住立在那里,但却也同样给人一种无懈可击的庄严之感。 甚至让凌云有一种要跪拜的感觉,将你的龙族血脉释放出来,然后一只手放在神龙雕像上。 千圣神尊开口道,凌云还是看不清他的面貌,即便他站在凌云面前,甚至近在咫尺, 凌云看到的也只是一道黑影而已。 好,凌云没有怠慢,直接将他体内的龙族血脉全都毫无保留地释放而出,同时将手放了上去。 而在凌云手放上去的瞬间,整个神龙雕像开始疯狂洞窜起来。 在这等颤动下,一道道光芒开始从神龙雕像上暴射而出。 一道,两道,三道,一道接着一道,一下子就将整个空地都是彻底点亮了一般。 光芒万丈,声势浩荡,见到这些光芒,凌云满心意外,而千圣神尊却是满心激动。 果然如此,果然如此啊!千圣神尊兴奋地笑了起来。 第2172章神龙冰雕,随着千圣神尊欢呼雀跃,整片天地都是地动山摇。 无尽的光芒,笼罩世界,也就在这等光芒之下,那尊神龙雕像就像是活过来了一般。 神道万千,大道不灭,龙族复兴,神龙在现,一道恍若雷霆一般的声音陡然之间响彻整片天地。 凌云心头猛然一颤,内心深处更是无比敬畏,但同时也满心疑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在他满心疑惑的时候,神龙张开聚嘴,凌云和千圣神尊都是被吞入了那聚嘴之中。 随着一阵天旋地北,凌云和千圣神尊不久之后便是来到了另外一方天地。 这里是一个冰雪世界,冰封万里,冰冷至极,一踏入其中,凌云和千圣神尊都是浑身打颤。 而在这个冰雪世界中,有着无数冰雕,这些冰雕也都是神龙冰雕,但跟外面那具雕像所不一样的是,眼下这些神龙冰雕似乎都是真实的神龙。 其上涌动出无穷无尽的神龙之气,哪怕只是一具具冰雕,也给人一种可怕至极的龙威。 见到他们的那一刻,凌云身上的龙族血脉也全都被激发地沸腾了起来。 前辈,这些该不会真的是神龙吗?凌云有些难以置信,千圣神尊似乎也是第一次进入这里,他望着那数不胜数的神龙冰雕,眼中也满是震动之色。 而听见凌云的话,他则是重重地点了点头,不错。 这些就是大名鼎鼎的神龙,本座身为龙族使者,只知道守护这一处龙种,也知道这里面有着诸多神龙。 却没想到他们竟然是被冰封在了这里。 凌云眉头皱了皱,那前辈为何带我来这里? 又为何知道我们能够进入这里? 本座当年接受使命,守护于此,就是等待龙族后裔,带着祖龙殿前来,重启龙种,让神龙一族重现天日。 而你既是龙族之人,同时祖龙殿居然还跟你的身体融为一体,所以我便是打算带你来试一试。 却没想到你真的开启了龙种,至于神龙一族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我就不得而知了。 千圣神尊如实回答道,那我要如何才能够让这些神龙重现天日? 凌云好奇,他万万没想到,整个神界万族敬仰的神龙居然会变成这样。 他们曾经遇到了什么?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又为何被冰封在这里?等等,凌云心中无数个问号,这个我就不知道了,需要你自己好好领悟。 不过小家伙,你看这些神龙冰雕,有没有发现什么奇特的地方? 千圣神尊突然问道,凌云眉头皱了皱,又仔细打亮了一番所有神龙冰雕,最后眼中一阵金芒闪过。 前辈,这些神龙冰雕,全都是朝向一个方向。 不错,我刚刚也发现了这一点,所以我们朝着他们所朝向的位置过去看看。 或许在那里能够找到一些让神龙重现天日的蛛丝马迹。 千圣神尊道,凌云点了点头,两人便是纵身一跃,直接朝着所有神龙雕像所朝的方向破碎虚空而去。 连一会儿,他们就来到了一处高台上,这处高台上,有着一具神龙骨架,骨架屹立在大地之上,但四周数米之内,连有一丝白雪,但凡有雪花靠近,自动消融。 此外在神龙骨架四周的气温,也比冰雪世界的其余地方要温暖多了。 凌云和千圣神尊都一直洞察,是这神龙骨架上所散发出来的神龙之力造成了这种现象。 这具神龙大人已经生死,但龙骨却经久不衰,每一根龙骨都相当于至尊宝器,龙骨之上更是龙威无穷。 而所有神龙又都朝向他,看来他应该是这里神龙之族的首领。 千圣神尊猜测道,他的猜测不无道理,凌云也认为很有可能就是如此。 只是,凌云此刻还感觉到,这具神龙龙骨此时却有着某种力量正在吸引着自己的身体一样。 更确切地说,是吸引着凌云体内的祖龙殿。 祖龙殿此刻也是愈发地颤动了起来,电铃,这是怎么回事? 但是,凌云好奇问道,主人,电铃的记忆还未完全恢复,恐怕需要等你进入祖龙殿后面几层,电铃才能够知道有关于神界神龙之族的事情。 不过根据这具龙骨上的力量,那等力量之中有着一丝祖龙力量。 讲必也正是祖龙力量吸引了祖龙殿,所以主人你完全可以借助于这股力量,完成祖龙进化。 你的祖龙进化过程之前虽然被压制住了,但如今随着你的实力提升,这等压制效果已经越来越差。 若是你再不进行祖龙进化,用不了多久你的身体也会自行进行祖龙进化,到时候没有其余东西辅助,恐怕会威胁到你的性命。 既然现在有着这等祖龙力量,电铃建议主人想不要管其余事情,先进行祖龙进化。 一旦你祖龙进化成功,到时候或许就可以登上祖龙殿的第二层和第三层,如此一来就可以获得更多祖龙殿的力量。 又或者可以知道更多有关于祖龙和神龙的信息。 祖龙殿的电铃建议凌云道,凌云眉头皱了皱,最终点了点头,前辈,我恐怕需要在这里修炼一段时间。 凌云看向千圣神尊,你放心在这里修炼,有任何事情可以叫我。 我可以帮你去办,若没有事情,那我就陪你一起在这里修炼。 千圣神尊以为凌云需要在这里参悟一些什么东西。 所以他并未阻止凌云,不但没有阻止凌云,还无条件的全方位支持凌云。 让神龙重现天日,这是神界之福,也是他身为龙族使者的使命。 他十分期待神龙在现的那一日,他也相信,那一日绝对是神界最为热闹的一天。 而且他还莫名的有一种直觉,凌云可以成功让神龙重现天日,而且那一日还不会太远了, 所以他全力支持凌云。 别说是修炼,就算是让他去做其他事情,他千圣神尊也会毫不犹豫地直接答应下来,绝不会有任何怠慢之心。 第1173章龙五大帝回来了,很快。 凌云就进入了祖龙计划的过程中,吞天熔炉释放而出,凌云不断将那神龙龙骨上的神龙之气吸收。 伴随着这等吸收,让祖龙进化得到了很好的辅助效果。 再加上有着电灵帮助,凌云基本上都不需要再动用其余手段,然后就尽心地陷入了打坐之中。 时间点点流逝,随着修炼的进行,祖龙幻化的进程越来越渐入佳境。 仅仅过去五天时间,凌云的祖龙幻化的进程就又完成了十分之一。 加上凌云在神武大陆所完成的祖龙幻化,凌云现在已经完成了十分之二的进程。 还有十分之八,再接再历才行,所以凌云没有任何骄傲和得意。 他知道困难往往还在后头,就这样,又是过去八天时间,凌云又完成了十分之一的祖龙幻化。 凌云此刻已经明显感觉到,他身上的祖龙之气磅礴而起,让他整个人都感觉自己更像是一条龙,更不是一个人。 与此同时,凌云的身上也席卷起强烈的剧痛之感。 这等剧痛之感一旦产生,接下来就越来越是强烈。 凌云咬紧牙关,丝毫不受任何影响,就这样,十天时间再度不见,凌云终于是完成了十分之四的祖龙幻化进程了。 但此时凌云整个人也痛得呲牙咧嘴,似乎就要到身体极限的感觉了。 主人,你一定要坚持住,电灵提醒凌云道,放心吧,我命运得很,不会有事的。 凌云坚定地道,祖龙幻化,继续,时间又是不断流失,半个多月的时间过去,凌云终于是完成了十分之五,也就是一般的祖龙幻化进程。 而也在这时,凌云身体的承受能力终于是彻底地到达了极限。 然后又完成了蜕变,凌云身上也随之传来了突破的迹象,从神道六境初期突破到了神道六境中期,距离半地之境仅仅只有一步之遥了。 凌云心底凶硬万千,一下子更是动力十足,接下来,继续更加不遗余力地陷入祖龙幻化之中。 不得不说,神龙龙骨内的神龙之力果然就是强大,之前只是助长凌云完成祖龙幻化的进程。 而现在,却更像是在洗涤凌云体内的龙族血脉,让凌云体内的龙族血脉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进化一样。 以至于接下来凌云的祖龙幻化过程比之前还要顺利不少。 于是,在耗费了整整一个多月的时间后,凌云祖龙幻化的进程终于是完成了十分之久。 此时凌云已经完全化成一道巨龙,巨龙之躯上,祖龙之气已经十分强盛。 这一幕看的千圣神尊都是内心惊心动魄,祖龙,他,居然是祖龙。 古人有言,先有龙族,再有神龙,神龙之上,便是祖龙。 祖龙往后,是位使龙。 层层递进,当为龙族大道。 祖龙不灭,龙族不死,龙道复兴,龙族昌盛。 莫非祖龙殿的存在就是为了寻找祖龙。 而找到祖龙之后,方可找到龙族大道,找到你了龙族大道便可以让龙族在心。 千圣神尊此刻激动不已,心中也想起了很多关于龙族的种种。 不过他也疑惑,那就是凌云只是龙族,并非神龙。 而现在明显就是在幻化成祖龙的过程,甚至马上就要成功了。 这是怎么个情况,莫非是祖龙殿? 祖龙殿可以让祖龙再现,这也是灵世神族历代以来守护祖龙殿的缘由。 越想越是通透,越想也越是迷糊。 千圣神尊此刻都有点不知道自己脑袋里的思绪是什么了。 好像十分清明了起来,又好像更加模糊不清了起来,既矛盾,又不矛盾。 不过千圣神尊没有多想下去,他知道凌云以后自然会给他答案的。 他现在所要做的就是等待,他想知道,凌云最终是不是真的会成为一代祖龙。 在这等等待下,凌云又陷入了祖龙幻化的最后关头之中。 于是,十天时间很快过去,经过十天的努力,曙光降临,正所谓有智者是进程。 在祖龙殿殿铃的帮助下,又有着神龙之力辅助,凌云祖龙幻化过程彻底圆满成功。 成功的那一刻,凌云头顶有着无数龙影乍现。 这些龙影都是气势磅驳,随后全都冲着凌云的身上汇聚而去。 当所有龙影全都汇聚到凌云身上的时候,凌云身上的神道修为猛地攀升,又是再度得到了突破。 这一次的他直接踏入了半地之境,也就是从神道六境中期突破到了神道六境后期。 凌云整个人狂暴万千,那些神龙冰雕虽然被冰封住,但这一刻居然全都跪在了地上,就像是活过来然后跪下之后,又全都被冰封住了一般。 万龙臣服,祖龙将士,凌云陡然之间也觉得自己整个身体都好似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甚至感觉自己已经触及到了一点点天道,天道,天下大道,即便是凌云前世身为大地的时候,都无法触及任何天道。 但现在凌云却觉得自己已经身居于天道之中,天道万物,浮屠万事,知天道者,方可成就帝尊之位。 此外,凌云身上,之前那三十一道龙文也再度显现而出。 龙文相互联系,在空中盘缓,然后其中龙文暗淡下去,唯有九道龙文欲发璀璨,九道龙文直接化为九道金龙,随后在空中咆哮。 这九道金龙出现的瞬间,整个世界都好似在发生着某些变化。 这事,哪怕就是千圣神尊,这一刻也是惊恐万状,看得目瞪口呆,口干舌燥。 而在千圣神尊还未完全反应过来的时候,九道金龙全都暴射而出,最后没入到了凌云的身体之中。 九道金龙入体,凌云顷刻尖颇有一种道法自成的感觉。 而他也发现身上的三十一道龙文中,又有九道龙文凭空点亮。 这九道龙文加上之前凌云在神武大陆所点亮的龙文,他已经整整点亮了十道龙文。 十道龙文,十种龙文力量,再加上凌云现在已经成为祖龙,神道修为也踏入了神道六境后期。 凌云的战斗力,已经不仅仅只是得到了智的飞跃了。 哪怕是现在,凌云都已经有一种莫名的感觉,那就是他比前世全盛时期的他还要强了。 龙武大帝,他,彻底回来了。 第2174张魔龙,太虚大世界。 龙武大帝回来了,至少凌云的战斗力已经恢复到了前世的地步。 不过凌云并未因此而太过于得意。 之前他从叶琴那里得知,创建屠龙圣地的亲火大帝实力大增,已经挤进了前十。 虽然前世的龙云,战斗力在所有大帝中也绝对是排得上前十。 甚至是前五,但那时候是那时候,现在是现在。 不可同日而语,那时候的大帝,现在实力都已经大大提升了。 所以前十的实力也无疑全都上了几个档次。 若是以凌云前世全盛时期的时候,或许在前世的时候能够排进前十,但现在可就未必能够排进前十了。 所以凌云现在也应该不太可能是那亲火大帝的对手。 更何况前世对凌云动手的人可不仅仅只是亲火大帝。 前世的他,是被十方大帝、九天仙尊、五虎神将和冰雪仙尊合力击杀。 不过在那等战斗中,凌云也杀了两方大帝,三大仙尊和五虎神将。 而冰雪仙尊也在神武大陆被凌云杀了。 所以现在凌云的敌人一共是八方大帝和六大仙尊。 以凌云现在的实力,对付六大仙尊应该已经足够了。 但对付那八位大帝恐怕还差点火候,距离屠龙盛会还有两个月的时间,这两个月我还有时间好好修炼。 八方大帝,六大仙尊,你们全都通通给我等着吧,我会给你们带来惊喜的。 凌云心中凶逆万千,主人,你现在可以尝试进入祖龙殿第二层和第三层了。 你是否直接进入,电灵询问凌云道,凌云身体缓缓落下,最后又恢复人形态,盘腿坐在一旁打坐。 进去,凌云立即散发出神石进入了祖龙殿中,一旁的千圣神尊还没有怎么回过神来,此刻见到凌云继续盘腿打坐,他认为凌云是在巩固自己的身体,所以依旧静静地待在一旁,没有任何要打搅凌云的意思。 而此刻,凌云随时已经进入了祖龙殿中,并且在殿灵的指引下,已经成功打开了通往第二层的殿门,然后成功地进入了第二层中。 一踏入第二层,无尽的祖龙之气便是萦绕在了凌云的身体之上。 不知道这第二层又有什么秘密,凌云心生好奇,那这第二层莫非是就在凌云心底疑惑的时候,一道巨龙便是陡然之间出现在了第二层中。 巨龙咆哮一声,好似整个祖龙殿都是未知动荡。 主人,你终于来了,我买第二层的殿灵,也是吞噬祖龙。 那道巨龙开口道,吞噬祖龙,殿灵,你既然是吞噬祖龙,想必一定知道神龙异族被冰封在这里是怎么回事吧? 凌云直接开门见山,主人,当年凡人借龙族通过太虚大世界进入神界,继而在神界成就神龙异族。 但在通过太虚大世界的时候,所有龙族都被种下了魔心。 虽然前面数千年魔心都未曾给龙族众人带来任何弊端。 但随招数千年的侵蚀,魔心早已经跟龙族的身体融为一体,继而龙族逐渐演变成魔龙。 魔龙丧心病狂,失去理智,残害同胞,令得神龙异族元气大伤。 为了阻止所有龙族全都演变成魔龙,所以祖龙大人就将所有还未被魔心所腐蚀的龙族全都冰封了起来。 吞噬祖龙电灵回答道,原来是这么回事。 凌云心底微微一惊,在神武大陆,只有神魔,但在神界,却出现了魔龙。 魔龙的出现难道跟神魔一族也有关系? 太虚大世界是什么意思? 凌云又突然好奇问道,神武大陆的龙族竟然是通过太虚大世界进入神界的。 那难道说明神武大陆其余种族也可以通过太虚大世界进入神界? 主人,太虚大世界乃神武大陆和神界之外的一个世界。 更确切地说,整个宇宙,有着不少界面,神界和神武大陆都是众多界面中的一个。 而太虚大世界,则是位于所有界面之间的某些界面。 而在太虚大世界中,就生活着神魔一族。 不过那时候的神魔一族并不昌盛,所以龙族并没有在意他们。 所有祖龙大人就带领龙族从神武大陆打通了一条通道进入了太虚大世界, 然后再从太虚大世界打通了一条通道进入了神界。 吞噬祖龙电灵回答道, 灵云内心震动,整个宇宙有着不少界面, 神武大陆和神界都只是其中的两个界面而已。 而那神魔一族是居住在太虚大世界中。 等等,是龙族从神武大陆打通了一个通道进入了太虚大世界。 那这么说,入侵神武大陆的神魔一族,就是通过那个通道进入的。 灵云突然想到了什么,应该是,吞噬祖龙点了点头, 那为何神界没有神魔? 灵云又好奇问道,那是一问龙族到达神界后, 就将那通道给封印了起来。 不过这么多年过去,那个通道之前也被魔龙打通过。 甚至有不少魔龙从那里逃入了太虚大世界中。 更确切地说,神魔一族之所以能够发生迅速, 恐怕就跟那些逃入太虚大世界的魔龙有关。 吞噬祖龙再度开口,又一次刷新了灵云的世界观。 原来一切的因果都在这里, 那现在从神界通往太虚大世界的通道呢? 还打通的吗? 灵云继续询问,那个通道已经被封印起来了, 不过虽然时间的推移,封印只会越来越弱, 那个通道迟早会再度开启。 到时候魔龙恐怕会率领所有神魔一族攻入神界也说不定。 吞噬祖龙道,那祖龙殿, 以及未回到神武大陆又是怎么回事? 你可否知道,灵云之道越多,疑问也就越多。 神龙一族虽然被冰封, 但神龙大人却留下了祖龙殿, 希望祖龙殿能够寻找到主人, 将主人送回神武大陆, 去获得最为纯净的龙族之气。 现在祖龙殿内已经积存了大量的龙族之气。 此外祖龙殿的存在, 也是神龙一族专门为了打造出另外一条没有被魔心所腐蚀的神龙。 同时让神龙可以借助祖龙殿直接进入神界, 不需要再通过太虚大世界进入神界。 总之, 这祖龙殿是极其了神龙一族众多质宝所打造而成的质宝。 而殿灵的存在, 就是为了引导主人, 让主人可以不但拯救神龙一族, 还要帮助神龙一族剔除魔心。 还神龙一族一个朗朗乾坤, 吞噬祖龙一一回答, 第2175章原来这就是龙侍者, 一番询问之后, 凌云知道了不少前世都不知道的事情。 神龙一族, 原来就是这么在神界消失的, 神魔一族进犯神武大陆, 原来也是这个原因, 而魔龙才是最为恐怖的存在, 电灵, 那你知道龙侍者是什么吗? 凌云突然又想了起来, 这关乎他的父母, 他自然想要弄清楚, 主人, 龙侍者就是屠杀魔龙的勇士, 神龙一族被冰封之后, 担心魔龙一族来犯, 所以在冰封之前, 培养了一批龙侍者。 这些龙侍者就是守护神界的守护神, 吞噬祖龙回答道, 而这个答案, 既然凌云吃惊, 又让凌云欣慰。 原来, 他的父母是守护神, 龙侍者, 听这个名字, 之前凌云一直还以为他的父母是跟龙族作对的人物。 那为何神武大陆也出现过龙侍者? 凌云一问到底, 在神武大陆的时候, 他也从龙亲皇等人那里得知, 龙侍者曾经出现过, 而龙亲皇压制神魔一族的办法, 就是龙侍者告诉他的。 可能他们是通过太虚大世界进入的神武大陆, 又或者他们找到了其余穿梭两届的办法, 但通过太虚大世界进入其余界面的可能性更大。 吞噬祖龙之无不言, 原来如此, 龙依心底似乎又更接近一点自己的父母了, 这让他满心欢喜。 不过, 若是父母通过太虚大世界进入其余界面, 那是不是父母也已经被魔心腐蚀? 若真是如此, 那可就糟糕了。 电灵, 那我如何才能够解救神龙一族? 如何才能够将他们体内的魔心剔除? 凌云问到了十分关键性的问题, 主人, 这一点我就不知道了, 等你进入祖龙殿第三层, 见到了吞噬使龙后, 或许你就能够知道这一点。 不过以你现在的实力, 就算是能够进入第三层, 恐怕也无法将吞噬使龙唤醒。 只有当你将身上的三十一道龙文全都点亮后, 才能够在第三层中见到吞噬使龙。 不过你应该可以进入第三层, 找到修炼三十一道龙文的方法。 吞噬祖龙介绍道, 凌云之后又问了一些其他的事情, 有的得到了吞噬祖龙的答案, 有的并未得到答案。 问完之后, 凌云没有再逗留, 而是直接进入了祖龙殿第三层。 这第三层空旷无比, 什么也没有, 也正如吞噬祖龙所说, 凌云并未见到吞噬使龙, 但在这第三层四周的塔壁上, 凌云发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字核图案。 这些字核图案光是看起来都是十分复杂繁琐, 让人慢慢地陷入其中, 凌云并未制止自己陷入其中, 甚至还主动任由自己陷入其中。 而随着自己陷入其中, 那些字核图案就化为一道道光芒一样, 全都朝着凌云的身上暴射而来, 让凌云整个身体都是受到了洪水猛兽的冲击一样。 在这等冲击下, 凌云身体好似要爆炸了一样。 一股强所未有的剧痛再度席卷了她的全身。 但这点剧痛自然也不会对凌云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 随着凌云慢慢将其承受下来, 剧痛也是开始慢慢散去。 最后剧痛化为乌有, 凌云的脑海之中便是多了一套龙觉, 龙闻觉, 这龙闻觉复杂繁琐, 但凌云却好似感觉自己以前就修炼过这套龙觉一样, 给她一种十分熟悉的感觉。 在这等感觉下, 凌云整个人很快就进入了一片龙闻空间。 整个龙闻空间, 有着亿万龙影, 这些龙影盘踞在一起, 一下子就凝成了万千纹路一样。 其中已经有一些纹路绽放出无尽的光芒, 而那些纹路应该就是对应着凌云已经掌握的那十道龙闻。 还有其余纹路还未点亮, 需要凌云自行修炼。 凌云盘腿坐下, 运转龙闻觉, 顷刻间, 那万千纹路都是随着凌云开始变换了起来。 一道道龙影还相继窜入凌云的身体之中。 好似要跟凌云的身体交融在一起一样, 这等状态整整持续了一整天, 凌云发现龙闻世界的纹路又被点亮了一些, 虽然不多, 但好歹也算是有所进展。 三个月已经过去, 按照千圣神尊所说, 龙亲皇和天翼神虎他们应该也该醒了吧。 凌云想到这一点, 立即就让神石退出了祖龙殿, 然后也没有再修炼, 而是看向一旁守护自己的千圣神尊, 前辈, 这些神龙我暂时还无法解救, 不过假以时日, 我定能够找到办法, 将他们救醒。 现在三个月已经过去, 我们还是先回千神圣山, 去看看我那两个同伴的情况吧。 好, 千圣神尊对待凌云的态度已经发生了360度大转变。 凌云是祖龙, 凌云是神龙一族的救星, 凌云体内还有这祖龙殿, 是未来神界的希望。 无论是哪一个身份, 都值得他尊重, 甚至充满一丝敬意, 感受到千圣神尊的态度变化, 凌云微微有点诧异, 但他也并未多想什么, 接下来便是跟千圣神尊匆匆回到了千神圣山上。 而到达圣山神全处, 凌云果然就见到, 之前那两朵神连如今都已经变成了龙青皇和天翼神虎的模样。 只是, 两人此刻都没有苏醒。 此外, 有点尴尬的是, 龙青皇身体光溜溜的, 没有任何衣物, 就那斑盘坐在神圈之中, 看起来有点突兀和凌云立即拿出一件自己的衣物, 帮助龙青皇穿好。 接下来只需要对他们的身体加以调息, 应该就能够将他们唤醒。 只不过他们身体是神连所化, 虽然称得上是神连体, 但还是比一般的神体差远了。 以后的神道修为恐怕也有所依阻碍, 那头天翼神虎还算好, 她的神魂强大, 以后足以弥补神体的缺陷, 但这个女娃娃可就千圣神尊面色有几分明重地道。 凌云则是直接拿出了一朵无望圣花, 前辈, 不知道这件东西可否提升龙青皇的体质。 凌云问道, 你居然还有这等好东西, 有了它, 应该足以让女娃娃的神连体得到极大的提升, 但具体提升到什么程度, 那就得以后看这女娃娃的造化了。 千圣神尊微微吃惊, 随后便是手印变化, 一道道印法结成, 然后就有着无穷的力量涌入到了龙青皇和天翼神虎的身上。 而凌云也没有任何犹豫, 屈指一谈, 便是令得那朵无望之花跟龙青皇的身体融合在了一起。 第1176章前往神之海, 无望圣花和龙青皇的身体融为一体。 再加上千圣神尊的鼎力相助, 以至于龙青皇和天翼神虎很快就苏醒了过来。 一人一虎, 苏醒过来的时候都是有点猛, 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 居然还很默契, 都是, 我不是死了吗? 你们确实是死了, 不过这小家伙又把你们救活了。 千圣神尊淡淡地道, 见到龙青皇和天翼神虎苏醒, 他也是收工自我调息了起来。 义父, 你能够活过来, 实在是太好了, 神龟冲到天翼神虎身边, 要多激动有多激动。 甚至直接称呼天翼神虎为义父了, 你这小混蛋, 非要本神虎死一次, 才肯认我当义父是吧? 天翼神虎没好气地则被神龟道, 但看得出来天翼神虎很兴奋, 也很高兴。 义父, 我错了, 以后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而且以后就由我来保护义父, 绝对不会让义父再受到半点危险。 神龟信誓淡淡地道, 你能把自己保护好就不错了, 天翼神虎笑道, 却是十分欣慰, 一龟一虎, 都是欢喜不已。 多谢, 天翼神虎看向凌云, 他知道若不是凌云, 恐怕他再也没有机会呼吸到神界的神之气了。 凌云也冲着天翼神虎点了点头, 但并未多说什么, 而是纵身一跃, 直接掠到了龙青皇身边。 二话不说, 凌云一把将龙青皇从圣泉之中抱起, 脚尖一点, 身体最后稳稳地落回泉边的地面。 两人紧紧拥抱, 两眼对视, 并未说任何话, 但两人脸上都是露出了深深的喜色, 一切尽在不言中, 在神武大陆的时候, 龙青皇就是最懂凌云的人。 而现在, 无须言语, 只是一个眼神, 一个笑容, 两人便是深知对方想要说什么了。 以后, 没有我的允许, 不可以再做傻事。 一番欢喜之后, 凌云用一种责怪的语气对龙青皇命令道, 好, 龙青皇汉手清点, 美艳动人, 青皇, 你现在虽然苏醒了, 但你修为尽师, 不过我已经用了一种无妄圣花改造了你的体质。 你以后只需要努力修炼, 应该不久之后就会拥有十分强大的神体, 到时候便可踏上神道意图。 凌云对龙青皇道, 神体, 龙青皇微微诧异, 他疑惑地看了看周围的千圣神尊, 天翼神虎和小神龟, 不由得惊疑道, 凌云, 我这是在哪里? 神界, 一个比凡人界更高级的神首发, 这里, 也是我的家乡, 凌云如实回答, 什么, 龙青皇满脸惊诧, 接下来, 凌云耗费了不少时间给龙青皇介绍是怎么回事, 在凌云的详细介绍下, 龙青皇最终也算是接受了所有的事情, 只不过, 就算是接受了下来, 龙青皇内心还是震惊无比的, 神界, 这个他曾经从未听说过的词语, 没想到死了一次之后, 再度活过来自己居然到了神界, 换作任何一个人, 恐怕都难以回过神来,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 凌云都是陪伴在龙青皇左右, 帮助龙青皇适应新的身体, 也帮他一起修炼, 此外, 在这之间, 凌云也向千圣神尊询问了关于龙侍者的消息, 凌云, 关于龙侍者的消息, 本尊就真的不知道了, 不过你刚刚说你接下来要去一趟神之海, 你可以去找一个老家伙, 那个老家伙跟我一样也是龙族秘史, 而他就在神之海周围, 他知道的事情比我多一些, 而且你若是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 也可以找他, 千圣神尊随后便是将他口中的那个老家伙的地址和信息告诉了凌云, 那个所谓的老家伙名为金交神尊, 位于神之海的一座叫做金交岛的海岛上, 实力跟千圣神尊差不多, 而在神之海也有着一处神龙圣地, 而金交神尊便是守护那一处神龙圣地, 这金交神尊接触神龙一族的时间比千圣神尊要长, 甚至千圣神尊能够成为龙族秘史, 也是源于那金交神尊, 两人关系极好, 但由于要守护神龙圣地, 所以已经多年没有往来, 凌云, 这是我的信物, 你只要将此信物给那老家伙, 他自然就知道是我让你去找他的, 说实话, 这么多年不见, 我还挺想那个老家伙的, 所以你在帮我将这神通使给那老家伙, 里面有一些我对他说的话, 他听完之后自然也会知道你的身份, 到时候应该不但不会为难你, 而会竭力帮助你, 千圣神尊将信物和通信时都是给了凌云, 凌云并未推脱, 直接将两件东西收好, 神尊大人, 那我这几位朋友就交给你照顾了, 凌云自然不能一直在这里, 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 神之海就是第一件要去做的事情, 去玩神之海, 调查完灵王珠和自己父母的事情后, 他便是要开始着手屠龙圣会的事情, 那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 至于龙亲皇, 天异神虎和神龟, 凌云自然不会带着他们, 龙亲皇和天异神虎现在修为都不在, 还需要好好修炼, 让千圣神尊来照顾他们, 凌云自然是最为放心的, 而且千圣神尊也可以很好的帮他们修炼, 可以让他们的修炼步入正轨, 放心吧, 本神尊不会让他们吃亏的, 千圣神尊信是淡淡地道, 虽然不舍, 但凌云还是只能跟龙亲皇告别, 然后匆匆离开了千神圣山, 直奔神之海而去, 希望此番前去, 能够找到父母的信息, 也希望能够知道更多关于神龙异族的事情, 凌云心底沉吟, 她隐隐间感觉, 这一次她或许能够知道更多关于她父母的消息, 甚至, 有机会找到她的父母, 父母, 这个词语对凌云来说沉甸甸的, 前世的凌云, 就寻找了他们不知多少年, 这一世, 凌云自然不会前世的遗憾延续, 一边赶路, 凌云也一边修炼, 丝毫不浪费任何一点时间, 虽然现在神道修为已经提升到了神道六境后期, 已经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半地, 但这还远远不够, 第2177章海兽联盟, 神之海, 坐落在神界另一个角落, 神海域, 跟神风域刚好是两个极端方向, 八大神域, 这神海域绝对是人际最为罕见的一个域, 减少有人来这里, 主要是这里环境恶劣, 并不适合生存, 其次这里时不时会出现各种十分离谱的事情, 听闻曾经有两位大帝来此, 莫名其妙就失踪了, 然后历经数百上千年, 再也没有听见过他们的消息, 而且这样类似的时间, 不只是一两次, 而是发生的频率不小, 以至于不少神修者对神海域都是颇为忌惮, 当然, 即便如此, 也并不代表着就真的没有一个人敢来这里, 还是有着一些胆大者来此地寻宝, 毕竟越凶险的地方, 往往机遇也越大, 这不, 林云一到达神海域, 就碰巧遇到了一个探险小分队, 这个小分队一共六人, 每一个修为还不低, 神道修为最敌者也到达了神道四境中期, 最强者则是神道五境中期, 不过他们显然准备得不够充分, 所以此刻正在一处海滩边遭受了不小的袭击, 奇迹他们的是一群海沙, 整整二十头, 每一头都是体型庞大, 身上气息磅隔, 在那六人面前, 就像是庞然大物一般, 以至于那六人节节败退, 好在他们还有这一座防御神阵, 此时暂时苟在防御神阵之中, 没有性命之忧, 但这明显只是暂时的, 因为那群海沙并没有罢首, 他们不断轰击着那个神阵, 企图将防御神阵彻底轰碎, 而显然他们也具备这等能力, 随着一轮接着一轮的攻势, 防御神阵最终还是出现了裂缝, 一旦出现了裂缝, 离彻底破碎就只差最后一点毫离了, 事实也是如此, 裂缝越来越大, 最后砰的一声直接化为泡影, 六人绝望了, 彻底绝望了, 连最后的防御都没有了, 等待他们的似乎只有死, 但也在这时, 恰巧路过的凌云出现了, 助手, 一声高吓, 骤然响起, 凌云正好需要问路, 见到这六人有危险, 顺便救救一下他们, 又来一个送死的, 为首的海沙见到凌云, 并未有任何害怕, 反而还将凌云当成了送死之人, 马上滚回海域之中去, 否则你们将永远都别想回去了, 凌云也是霸道至极, 他并不想杀这些海沙, 但若是他们不识抬举, 那凌云也不会心慈手软, 真是天真, 今日就让我们海沙一族将你们全都变成食物, 为首的海沙冷笑一声, 然后就跟其余海沙全都朝着凌云等人冲了过来, 自寻死路, 凌云眼神骤然一冷, 龙母剑已然拿在了手心, 下一刻, 凌云化为一尊剑神, 所过之处见荡四方, 凌云现在已经是半地, 但真实战斗力已经相当于大地, 这些海沙虽然数量庞大, 战力非凡, 但在凌云面前还是不够看, 随着一剑接着一剑斩出, 一道道海沙接连倒下, 这一幕看得那六人都是瞠目结舌, 凌云看起来年纪轻轻, 但战斗力居然如此超然, 不好, 大人, 他们在释放信号, 寻求救兵, 其中一名男子突然喝道, 他见到其中一头海沙正在对着整个海域发出求助信号, 只是, 虽然那男子发现, 但一切已经晚了, 整片海域在这一刻都是动荡了起来, 无尽的声威从海域之中传荡而首发, 仅仅只是片刻, 之前还平静的海域, 这一刻就变得巨浪翻滚, 惊涛骇浪, 风暴狂喜, 好似整个世界都到达了末日一般, 见到这等动静, 那六人顿感惊恐万壮, 完了, 少侠, 你快走, 不用管我们, 他们绝望了, 他们都是有所受伤, 逃无可逃, 但凌云还有机会逃走, 可凌云却并未走, 他悬浮在半空之中, 就那么风轻云半地等着, 不对, 更应该说是期待, 这就让那六人惊诧无比了, 这少侠, 干什么, 莫非他有实力对付整个海域, 轰轰轰, 也就在这时, 一道道暴响声在海域上响起, 然后一道道身影从海域之中出现, 有海狮, 有海豹, 有海龟, 有章鱼神兽, 数不胜数, 则则, 数百年前就听说, 神之海域的不少种族都联合在了一起, 为了防止神界其余种族踏入, 为何力攻击神修者, 今日一见, 果然是如此, 凌云前世就听说过有关于海兽联盟的时候, 也知道神海域不少离奇的事情都跟海兽联盟脱离不了干系, 但前世的凌云并未求证此事, 也还没有时间来得及求证, 没想到今日一见, 事情果然如此, 既然你知道, 为何还敢闯入我神之海域, 一头海龟神兽开口道, 你没有资格跟我说话, 叫你们的盟主出来, 凌云则是直接气势汹涌地道, 既然要调查凌亡朱的事情, 那询问任何人, 都不如直接询问这海兽联盟, 至于金交神尊, 常年要守在神龙圣地, 也未必就知道凌亡朱的事情, 既然遇到了这海兽联盟, 那就先看一看能不能从这海兽联盟口中知道点什么, 而眼下这一幕也完全看呆了那六人, 他们只是过来探险, 完全没有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更没想到整个海域的种族全都联盟在了一起, 之前关于神海域的重重传闻, 居然都是海兽联盟在作祟, 就凭你也妄想见到我们盟主, 你以为你有那么硬的命吗, 将他们全都杀了, 另一头海狮神兽气焰嚣张地开口喝道, 在他说完之后, 所有人海兽全都爆发出强大无匹的气息, 然后朝着凌云他们杀了过来, 罢了, 看来不给你们点颜色瞧瞧, 你们是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凌云眉头一挑, 身上战意滔天, 他并未吝啬自己的手段, 对方这些海兽也已经让他没有吝啬自己手段的必要了, 当即就直接化为一道祖龙, 然后盘踞在了天地之间, 变成祖龙的那一刻, 天地轰鸣, 万物狂笑, 海兽联盟的人所有神兽全都震动不已, 那六人更是看得惊骇到了极点, 第2178章我是龙武大帝, 凌云化为一道祖龙, 盘踞在天地之间, 气势磅薄, 威猛无比, 虽然还未动手, 但光是身上所爆发出来的龙威, 就已然气绝灵霄, 惊鸿天下了, 哪怕就是海兽联盟的人, 这一刻都是惊艺万千, 龙, 神龙, 这怎么可能, 海兽联盟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不对, 这一定是某种障眼法, 神龙早已经消失在了神界, 那名海狮道, 我也不信这是真的, 海龟同样认为, 是不是真的, 动手一世便知, 那头海豹说是这么说, 但心底同样不太信, 那就不要废话了, 全都一起动手吧, 章鱼神兽最后道, 下时间, 所有海兽全都纷纷动手, 一头头都是气势汹涌地, 朝着凌云攻击了过来, 不自量力, 凌云见到他们冲着自己攻击而来, 不但没有畏惧, 反而还有点兴奋, 他也正想看看自己现在的战斗力, 到底有多强, 轰轰, 枪枪, 砰砰, 各种战斗的声音接连而起, 各种海兽的攻势如同暴风骤雨一般朝着凌云狂袭而来, 即使滔天, 幻灭一切, 天地都随之动荡不已, 万事万物都要随之而毁灭一样, 各种攻势全都落到凌云的祖龙之躯上, 就像是石沉大海一样, 并未对凌云造成多少影响, 这个结果, 让所有海兽都是惊恐不已, 不要藏着掖着, 倾尽全力, 奋力一击, 海狮开口道, 其余海兽也都没有任何意义, 于是, 所有海兽再度强势出手, 所有手段比之前还要生猛多了, 每一道都是狂暴万千, 异常爆裂, 集聚在一起, 更是显得灵天灭地, 那六名神修者看得浑身瑟瑟发抖, 这等手段实在是太强了, 若是让他们去抵挡, 估计那些攻势还未落到他们身上, 他们就已经尸骨无存了, 但凌云还是没有退缩, 这一次也不再仅仅只是用祖龙之躯去抵挡而已了, 他直接亮出了一道龙蚊, 龙蚊释放而出, 天地之间顷刻兼满是符纹波动, 而且符纹波动之间还加着无穷龙威, 符纹波动和龙威不断壮大, 最后形成了一股空前的力量, 力量激荡开来, 很快就跟所有海兽的手段对碰在了一起, 咚咚, 令人头皮发麻的声音震天动地, 整个宇宙都仿若动荡了一下, 无尽的阴暴引爆开来, 将天地都要炸穿一样, 只是, 一道龙蚊虽然很强, 也能够将所有的攻势抵挡不少, 但似乎还无法对那群海兽造成影响, 一道不行, 那就再来一道, 于是, 凌云身上又有一道龙蚊大放异彩, 符纹力量更加恐怖, 龙威也更加可怕, 声势更加滔天, 万事万物都仿佛要臣服, 轰轰, 枪枪, 砰砰, 整个海域又是响起一连串的惊天暴响, 暴响之后, 所有海兽的攻势全都支离破碎, 以至于所有海兽都是面色俱变, 但这还没完, 因为这个结果, 凌云还是不太满意, 第三道龙蚊, 给我起, 凌云又将第三道龙蚊给施展而出, 龙蚊之威, 盖天灭地, 这一道龙蚊所激荡而出的毁灭力量, 比之前两道龙蚊都要威猛多了, 一经出现, 整个海域都好似瞬间爆炸开来, 海面之上, 道道惊天海啸骤然而起, 沙滩之上, 各种崩塌, 各种毁灭, 那六道神修者全都纷纷踏空而起, 倒退而去, 但即便如此, 还是受到了力量波动, 继而几人都是被震飞出去, 全都受了一些伤, 但好在这些伤并不致命, 他们全都立即稳固了下来, 并且服下了大量疗伤神丹, 但即便如此, 他们的目光却还是落到凌云和那群海兽身上, 也就在他们的注视下, 凌云的第三道龙蚊威力彻底笼罩到了那群海兽身上, 啊啊啊, 就听见漫天惨叫声, 大多数海兽的身体都是倒飞了出手发, 纷纷砸落到了海域上, 六位神修者这一刻都是忍不住到吸了一口凉气, 强, 实在是太强了, 神龙, 难道他真的是神龙一族的人, 他们都已经有点不敢再想象下去了,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海域之上, 受伤海兽不计其数, 之前那头嚣张无比的海狮, 这一刻也明显已经认怂了, 看向凌云的眼神也已经充满了畏惧, 本帝说过, 你没有资格跟我说话, 叫你们海兽联盟的盟主出来见我, 凌云恢复人形状, 整个人身上气势十足, 说完之后, 凌云又补充了一句, 如若再不叫,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若是非要我再继续出手的话, 那你们就不仅仅只是受伤这么简单了, 海狮等所有海兽都是面色难看, 也就在这时, 整个海域再度惊涛骇浪而起, 一股强大的气息从海域深处传来, 所有人都是眉头一领, 然后就见到一条蛟龙陡然之间从海域之中窜出, 那是一条黑色蛟龙, 不知阁下是什么人, 此番来我神之海所为何事? 黑色蛟龙出现之后, 微风八面, 所有其余海兽都是对其毕恭毕敬, 毋庸置疑, 这就是海兽联盟的盟主了, 见到这黑色蛟龙, 凌云嘴角轻轻一笑, 我乃神界龙武大帝, 此话一出, 那海兽联盟众人倒是并没有太过于惊疑, 龙武大帝的名号, 在海兽联盟中并没有太过于响亮, 但那六位神修者却好似见鬼了一样, 六个人的面庞此刻都是扭曲出了一个极度惊恐的表情, 第2179章用男人的方式来解决, 第2179章用男人的方式来解决, 龙武大帝, 竟然是龙武大帝, 他真的没有死, 早就有传闻说龙武大帝还活着, 但几乎没有多少人相信, 却没想到龙武大帝竟然真的还活着, 龙武大帝不但还活着, 他还成为了真正的神龙, 那六名神修者彻底震惊了, 海兽联盟没有怎么听说过龙武大帝, 但他们身为神修者, 怎么可能没有听过鼎鼎大名的龙武大帝, 只是龙武大帝这个名字消失太久了, 今日再度听见, 如雷贯耳, 海兽联盟的盟主听见凌云的话后, 并未太过于震惊, 而是道不知道阁下跟神龙一族有什么关系, 此番来我神之海域又是所谓何事, 我跟神龙一族什么关系, 想必已经不用我多说了吧, 至于我来神之海域, 是来调查一件叫做凌王珠的宝物, 那件宝物是之前某个神修士力在神之海所发现的, 不知道你们海兽联盟可否知晓此事, 林云直截了当地问出了自己的目的, 不知, 海兽联盟的盟主直截了当地道, 那不知道可否请海兽联盟帮我调查一下此事, 依你们的能力, 只要稍稍调查, 我相信一定能够调查出蛛丝马迹的, 如若今日海兽联盟帮我这个忙, 那我龙五大帝便是欠下海兽联盟一个人情, 以后若有机会, 定会报答, 林云拱了拱手, 略显客气了几分, 没有什么比调查清楚凌王珠和父母的事情更重要, 我们海兽联盟凭什么要帮你, 这个时候, 之前被林云的攻势轰击得有点苦不堪言的那头海狮却十分不甘心地道, 盟主, 这小子侵犯我们神之海域, 还打伤了我们这么多盟友, 百明了就是想要利用我们, 虽然他确实十分诡异, 但我们海兽联盟也未必就要怕他, 不如就让我们直接动手, 一起将他解决掉, 我就不信我们在你的带领下, 整个海兽联盟还对付不了他, 海龟神兽同样十分不满地道, 其余海兽也全都义愤填膺, 全都支持海龟神兽, 而在他们说话之间, 神之海的海面上又是冒出了不少海兽, 触目庞大, 密密麻麻, 数不胜数, 阁下, 你们神修者的事情, 我们海兽联盟不想有任何插手, 而你今日打伤了我们海兽联盟这么多海兽, 是不是也应该给我们海兽联盟先道一个歉, 不先道歉, 却让我们海兽联盟帮你, 这是不是也太不把我们海兽联盟当一回事了, 海兽联盟的盟主见到不少海兽前来支援, 也是更加有了底气, 刚刚我已经说了, 若是你们愿意帮我, 我欠你们海兽联盟一个人情, 以后定会报答, 本来我也是打算跟你们交个朋友, 但现在看来你们似乎并不太愿意交我这个朋友, 既然如此, 那我就只能用男人的方式来解决了, 林云态度坚决, 不容置否, 好不容易有了可以知道父母消息的中丝马迹, 林云无论如何都不会就这么放过, 话音一落, 林云摇身一变, 再度变成了一道祖龙, 祖龙之上, 龙威盖世, 三道龙文, 一起开启, 之前已经施展过的三道龙文, 这一次林云直接全都一次性开启, 三道龙文, 轰天动地, 整个世界, 再度动荡不已, 万千龙威, 万千符文, 规矩成大道之力, 冲着海兽联盟众多海兽狂死, 呼吸而去, 气势如虹, 暴力无边, 动手, 海兽联盟的盟主黑交低贺一声, 驾一刻便是率领数万海兽全都迎击了上来, 轰轰, 东东, 驾一刻, 天地之间, 暴响连连, 惊天动地, 气绝灵霄, 在这等交锋下, 林云要明显处于下风了一些, 三道龙文攻势很快就化为泡影, 但林云并未罢首, 第四道龙文, 起, 第五道龙文, 起, 第六道龙文, 起, 又是三道龙文, 又是毁天灭地, 无尽的力量, 好似能够将天地都炸穿一样, 然后疯狂地朝着那群海兽再度袭击了过去, 那等力量和毁灭力, 是之前三道龙文的好些倍, 海兽联盟的众人本来因为之前他们占据上风而沾沾自喜, 现在却全都面色沉迷了下来, 然后所有人都是不敢有任何怠慢, 然后倾尽手段再度去应对林云的攻势, 轰轰, 咚咚, 令人头皮发麻的声音响彻整个神海域, 海面之上, 海啸不断, 陆地之上, 大地崩塌, 字面八方, 空间破碎, 空气炸裂, 啊啊啊, 一些实力不太强的海兽在这等冲击下直接重伤, 其余海兽虽然并未受伤, 但也是稍显吃力, 看向林云的眼神更是充满了畏惧, 此人, 也太离谱了一点八, 但这还没完, 第七道龙文, 起, 第八道龙文, 起, 第九道龙文, 起, 林云没有吝啬自己的手段, 既然这些海兽联盟的人不服, 那就打到他们服, 恐怖的符文威压, 恐怖的龙威, 在这一刻都是火山爆发一般亲友而出, 整个世界都好似被符文力量和龙威给笼罩了, 天地一片轰鸣, 万物一片悲鸣, 海兽联盟的人更是惊骇不已, 林云的手段已将完全超乎了他们的意料, 包括海兽联盟的盟主黑胶神兽, 这一刻的面色也是彻底阴沉了下来, 给我一起, 不护海神阵, 黑胶神兽低吼一声, 然后率先动手, 其余海兽同样也没有任何怠慢, 全都纷纷出手, 一个巨大的神阵便是顷刻间在整个海平面上冉染升了起来, 神阵之上, 神威盖世, 无穷无尽, 威猛无边, 轰轰, 林云的三道龙文公式全都纷纷落到了那神阵之上, 整个神阵动荡万千, 各种能量风暴, 席卷天地, 激荡苍穹, 在这等风暴之下, 神之海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动荡, 而也正是因为这等动荡, 直接就惊动了神之海内某一种神秘海岛上的一道老者, 那老者本来在打坐之中, 此刻猛的惊醒, 苍老的面庞上陡然之间荡漾起一抹少有的惊叉之色, 那是, 祖龙的力量, 这怎么可能, 老者惊恶, 身体一动, 便是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第2180章你就是金交神尊, 轰轰轰, 整个神之海域之上, 震动万千, 各种暴响之声, 接连而起, 令得天翻地覆, 天崩地裂, 无尽的声势激荡开来, 无尽的风暴狂喜万里, 好似世界正在一点点毁灭一样, 凌云的龙闻攻势跟海兽联盟的护海大阵重重相撞, 正是滔天, 震撼不已, 这等撞击, 来得快去的也快, 很快就消散在了海平面, 但在这等撞击下, 那些维持护海大阵的海兽并不好过, 刚刚凌云所展现出来的实力再度让他们大为惊异, 第十道龙闻, 起, 但凌云还是没有要罢手的打算, 既然已经动手, 那就要彻底将这个海兽联盟收拾得服服帖帖, 否则他们一定不会帮忙, 说时迟, 那时快, 第十道龙闻已经点亮, 无尽的声威再度从凌云身上抱涌而出, 凌云这一刻就像是一个即将要爆炸的小宇宙一样, 释放出无穷无尽的能量, 而这等出手再度让海兽联盟的人一个个都是有点发争, 这小子, 也太恐怖了吧, 嘟愣着干什么, 全都随我一起, 继续催动护海大阵, 海兽联盟的盟主黑交低贺道, 他此刻也是被凌云的手段所惊恶, 这家伙每一道手段都比前一道手段要生猛, 让他都是感受到了一丝忌惮, 也正因此, 他此刻方才带领众多海兽, 更加疯狂地催动护海大阵, 我的天, 至于周围的那六名神修者, 此刻已经完全看呆首发, 这等级别的战斗, 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 要多恐怖就有多恐怖, 要多可怕就有多可怕, 一旦双方攻势碰撞起来, 他们都已经难以想象会造成何等毁天灭地的动静, 助手, 但也在这时, 一道威严无比的声音陡然之间在空中响起, 声音威严, 好似来自于整个世界, 仅仅只是两个字, 就已经让所有人都是心生骇然, 就连凌云都是心神一阵, 随后, 所有人都是朝着一个方向望去, 那个方向, 似乎有着一股十分强大的气息正在不断靠近众人, 仅仅只是眨眼之间, 那道气息就已经到众人上空, 躯空撕裂, 一道老者的身影从躯空之中走了出来, 这老者满脸皱纹, 看起来稀松平常, 跟普通老者没什么区别, 但当众人的视线落到老者身上后, 骨子里的畏惧都是毫无保留地冒了出来, 下一刻, 那老者身上抱涌出一股威丫, 那股威丫笼罩开来, 将凌云的攻势, 以及海兽联盟的护海神阵全都给生生镇压了下来, 而感受到那股威丫, 无论是凌云, 还是那群海兽联盟, 亦或是那六名神修者, 全都有一种要臣服和跪拜的感觉, 不过这种感觉很快就被凌云得摆脱, 凌云望向那道老者, 神色间闪过一丝惊异, 而那老者的目光也锁定在了凌云的身上, 好似要将凌云彻底看穿一样, 你们都退下吧, 那老者看向黑胶等所有海兽联盟的海兽, 那些海兽全都对老者十分敬畏, 此刻听见老者的话, 哪敢有任何怠慢, 就连海兽联盟的盟主黑胶都是畏惧地望着老者, 对老者的话不敢有半分忤逆, 我们走, 黑胶呼吓一声, 当即就带领众多海兽直接回到了神之海中, 你是什么人, 老者眼神深邃, 好似蕴寒万古星辰, 凌云恢复人形态, 冲着那位老者拱了拱手, 前辈莫非就是小子此番前来寻找的金交神尊, 凌云也只是大胆猜测, 不过能够让海兽联盟的海兽如此害怕, 此人不是金交神尊, 恐怕就没有人是金交神尊了, 你找老夫, 那老者微微诧异, 不错, 是你的一位老朋友, 让我来这里找你的, 这是他给我的信物, 前辈可以看一看, 凌云将千圣神尊给他的信物拿了出来, 直接扔给了老者, 老者接过信物, 先是打亮了一番, 随后神情有所变化, 千圣神尊, 居然是那个家伙, 他可还好, 多谢前辈关系, 你的老朋友很好, 这是他让我带给你的通信石, 里面有他说给你听的话, 前辈可以好好听一听, 凌云微微笑着, 又将通信石拿了出来, 同样扔给了老者, 老者接过通信时候, 当即便是听了起来, 越听老者那鼓波不惊的眼中就越是金毛闪闪, 看向凌云的眼神也不断发生着变化, 好似听见了什么难以置信的事情一样, 祖龙, 你真的是祖龙, 听完之后, 老者惊诧万分, 甚至, 还显得有点失态, 跟我走, 老者挥一挥衣袖, 一股力量就将凌云包裹住, 凌云还未反映过来, 他的身体就已经消失在了原地, 见到金交神尊和凌云消失之后, 那六位神修者久久难以回过神来, 今日的事情注定在他们的人生中 冒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记, 也绝对是他们这辈子最值得鸣刻的时刻, 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快走, 龙武大帝居然还活着,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神界看来又要变天了, 六人不敢再有任何耽搁, 纷纷施展出自己的身法, 以最快的速度远端而去, 感谢观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